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成为了她与另一位少女小原则暴赖相遇的机缘 小原则暴赖的母亲在南极科考过程中失踪了 于是她开始努力地打工攒钱准备去南极寻找母亲 她的梦想被身边的人当作笑柄 甚至给她起了南极的绰号 可是她从来没有放弃 很是羡慕暴赖可以不顾他人的眼光坚定自己的梦想 真理表示会努力支持她 真理已经有过太多的顾虑 这一次她接受了暴来的邀请 一起去南极 他们的青春开始舞动 真的能去南极吗 所有人都对他们的计划提出质疑 金钱与现实上的压力也让两个人出现意见的分歧 来到便利店打工的真理认识了同样16岁的日向 一拍即合的三人决定一起努力向南极进发 原本的打算混进南极勘探队员的队伍中 最终还是被发现了 于是开启了日举跑模式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定要去南极的理由 暴赖自助观测队的提议 被驳回后陷入了碎碎念之中 于是日向与真理决定 暂时取消暴赖领队的职位 继续向南极进发 而这一切被另一名少女看在眼里 高中生去南极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三人在网络上查到有一位女高中生艺人 杰月即将随勘探队登上南极 他们决定联系这位少女 而这时杰月不请自来 并提出了想让暴赖代替她去南极的请求 虽然杰月十分不想参加此次南极之旅 但是她的母亲无论如何希望她参加 于是以为她们提供同行的机会为条件 希望暴赖她们可以劝说杰月参加 在交谈后 三人才知道杰月一直生活在孤独之中 他们希望帮助杰月走出这样的困境 同时获得一起去南极的机会 于是四个少女开始了她们的东京之旅 没有向家里说明将要去南极的真理 自己签了假证明 回家之后被妈妈发现狠狠地惩罚了 不过先斩后奏也是起到了作用 四个人顺利与观测队员会合了 参与了相关的培训 无论是体力还是专业知识都有了提升 在了解大家的心情后 真理坚定了自己的决定 四个人一起去南极挥洒青春吧 即将出发的真理恨不得要带上全部家当 班里的同学也为她举办了欢送会 但是一些流言蜚语也随之而来 这些话正是真理最在意的朋友小慧传出去的 也许是因为这次南极之旅 要把她和真理分开 也许是觉得真理不再是她一个人的朋友 毕竟她一直活在只有真理的世界里 抵达新加坡的四人兴奋地游望了一天 对于爆赖日向和真理 三个人来说 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 不过日向护照的丢失 给他们的行程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爆赖担心能不能准时与观测队会合 抵达澳大利亚 不希望大家因为自己的原因耽误行程 日向决定让其他三人先走 而最在意南极之旅的爆赖 却觉得四个人一起去才是最优的方案 于是自掏腰包 改签了机票 但是到了最后才发现 日向的护照放到了爆赖的包里 两个人都忘记了这件事 四个人登上了企鹅馒头号 他们发现船上的气氛有些神秘 人力物理不足设备老旧 这到底能不能支撑他们抵达南极呢 好奇之下 他们选择偷听考察队员们的谈话 没想到 这次的南极之旅 还真的包含着一项神秘的计划 此时 关于爆赖妈妈的故事 也渐渐被回忆起 曾经前川 唐藤 以及爆赖的妈妈 创建了第一支 民间南极观测队 他们从零开始 希望能够抵达南极 并且为后人所留下 更多的成果 但是意外发生了 爆赖的妈妈失踪了 观测队也失去了赞助 于是 考察计划 无限期休止 这次他们 集结了之前的全部队员 再加上爆赖四人 一定要完成 之前未完成的行程 即使接受了训练 他们四个依旧被晕传困扰 这样的身体状况 真的能跟随观测队 抵达南极吗 不过 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既然选择了 就一定要矜持下去 当海风吹打在他们的脸上 这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 征服大海 抵达南极 在进入南极圈后 船只展现了破冰的能力 大家的热情 同时被点燃了 多次破冰之后 真理四人终于踏上了南极大陆 再莫尊 менее尊敬 破冰之后 漫位 为啥 ап rate craz来 私 这ут 妇 gak 那是這個